來 盡在運通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利用週一到週日 每個中午的12點到12點半 收看我們台股七十二遍 這個節目來源 台北股市今天 今天應該就不用看 今天又不用看 因為我們每天一定 所有的朋友 特別是新朋友在做個報告 我們每天一定是一多一空 以今天為例 空就成交了對不對 成交也已經獲利平常出場了 那麼多差五點沒買到 你說那接下來就等他漲 等他漲然後又多空 就這樣子而已 如果不漲 不漲今天就沒得做了 有這麼簡單 除非他今天大跌 我認為機率也不大 所以整體上如果以指數為例 今天我是覺得應該就沒得做了 好不好 那很快速跟各位做個報告 第一個 證券市場 證券市場 那因為今天時間很短 每天時間只有30分鐘 那麼也沒有辦法跟各位做很完整 所有的簡報 所以我今天稍微速度加快一點 證券市場它只有兩個東西 一個針對股票的部分就只有兩個 一個叫技術分析 一個叫基本分析 沒了 股票跟兩種評價模型 一個叫技術分析 一個叫基本分析 好 基本分析我稍待會跟各位做個很快速的簡報 那技術分析它主要又分成兩大區塊 一個叫形態類 一個叫指標類 那因為指數沒有基本分析 指數那我會叫什麼基本分析 指數就跟技術分析 好 可是在技術分析的範疇裡面 那麼我們這個禮拜的禮拜天 會有一場講座 會教大家反轉指標 好不好 那麼你一定告訴我 好 那如果股票的部分 股票就只看這裡 來 注意看 看這裡 出那些就都不用看了 我唸給你聽好不好 我唸喔你聽 我覺得你應該要做筆記 特別是今天一直到今年的年底 你要做筆記 來 第一個 因為節目上不能講買進 不能講賣出 不能講支撐 不能講壓力 那我就唸股名給你聽 從今天一直到年底 那你問我 我大概看到就只有這些股票 我大概講了一下 分別有2419 我們用股價 20塊講到100塊 分別有2419的重期 3017的齊鴻 6278的台表科 6274台藥 6245立端 2062喬村 4977重達 3596字1 4126泰1 5288風翔 沒有了 沒有股票了 你說什麼 台北股市2000幾間 你跟他講這些 對 沒有啦 沒得講了 也就是說第一個 我只看那種成長型的 你說那成長型的股票 就只有這麼一點點嗎 不是 我只看積極成長的 看喔 我沒有勸誘你買賣股票 什麼叫積極成長 來 幫我一個忙好不好 可不可以幫我把這裡放大 這裡就好 好來 成長呢 第一個因為股票2000多大 那麼很多朋友他也繳了費用了 也參加了對不對 那麼我們就必須幫我們的成員 搜尋最強的標的股 什麼叫做最強的標的股 我們只看成長率 看什麼成長率 我不去看營收成長率 我沒時間看那個東西 我 那個只是 那不是最主要的 當然是要了解 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 那我們針對最重要的重點 只看一個東西 毛利不是 營利不是 不然到底等於是要看什麼 YOY QOQ QQ就欲白說 來 我們只看一個叫營餘成長率 其他的我連看都沒時間看它 這樣OK嗎 怎麼講呢 舉例 各位請看 Nung 這個NA叫Nung Nung叫零 就是沒有啦 這樣OK嗎 好 只要是零的 我當然就不用看對不對 好 這一個2015年是已經發生的 2016年是今年對不對 就說孤育孤今年 會比股年更好 可是它的一個條件一 2015年一定要成長喔 不是營收成長喔 是營餘成長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毛利營利 我聽了沒有你知道嗎 我程度不好 我就只看一個叫營餘成長 這樣OK嗎 是我們家的小朋友跟我說 我過去都給它加50分對不對 我這次一定可以加100分 你就考線拿來看 家裡是加幾分 不要說100啦 不然也加一個50 有沒有成長 一定要成長 這樣OK嗎 好 2015年浪的這個就不看了 OK嗎 4.8不錯 不錯 真的不錯 28那更好 這個就列為重點 再來 再往下 去年成長85% 有沒有 今年預估衰退1.8% 這絕對沒有要看 看這是浪費時間而已 看要看 再來 去年衰退31% 今年成長13% 要不要看 不看 也就是說15年要成長 16年也要成長 並且16年的成長幅度預期 要比15年來的更強 我說一次 我們家就不是開銀行 對不對 你如果成長要賣 不然賣800件公司 哪有人這樣做股票 買一支就好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玻璃堆中篩選鑽石 好 再看一次喔 所以如果以這一欄位 唯一給予正向的只有兩家 一家是這個28.5的 一家是這個27.9的 對不對 對 好 過來往下看 再來7.4的這個也OK喔 因為去年成長 今年也成長 好 再來 這個 這個就不OK了 你看看 去年成長43% 今年只有2 我就沒看 今年要超過43.3 我才要看它 好 再來 去年42.3 今年8.7 這個我也不看 不過往下看 喔 這個你會這麼不錯 去年成長54%耶 今年預估比起去年每股預約 再成長36% 這也不看 因為你沒有大於54% 是啊 那你認為我們這樣子嚴不嚴苛 嚴苛啊 往下看 所以看著看 沒半徑 通通靈 這樣 還是中靈 對不對 好 所以再往回到最上面 所以如果以這個欄位來看 要不要說話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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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你可以稍微往右邊一點點 再往右邊一點點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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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叮噹 這個28.5 這裡預估本益比11倍 這個OK 打勾 就只有這一個 再來 這一個 預估本益比10.7 好 這個也打勾 你知道嗎 今年也打勾 再往下看 這個呢 這個就不打勾了 你說去年3.1 今年大於去年盈餘成長 對 可是你的本益比16倍 16倍跟大盤差不多 那我就不看了 OK 本益比的衡量方式分成橫軸跟縱軸 什麼叫橫軸 橫軸就是自己 自己跟整體 或者是跟同業 同類型做總體比對 這叫橫軸比對 這叫差 那叫農費時間 那就是分析師在加一些 不是很會看財報的 他就會這麼跟你講 本益比分析只看縱軸 不看橫軸 橫軸沒有意義 只看縱軸 什麼叫縱軸 自己跟自己比 我去年可以吃一碗飯 我今年可以吃半碗 我今年可以吃到一碗半 那我就越吃越多 對不對 我去年考兩分 我今年可以考五分 那我就成長了 所以自己歷年來跟自己比 這個叫縱軸 基本分析 只有阿呆頭才 PCB跟PCB做比對 那不是跟 你就是都學這種的 對你沒幫助啦 所以第一個 你要自己跟自己比 好 所以我們看左邊 茂迪我就連看都不看了 對不對 立端OK 台駿就不看了 看他幹什麼 銅心電也不用看了 湖連這也不用看了 市集這也不用看了 所以幾樓樓這後面中不用看了 就沒勾票好看了 所以好 我就告訴你 來再唸一遍 不要說我沒唸給你聽 依照這種這麼嚴苛的環境 那麼我們去觀察到 預估去年成長 今年比起去年更成長的 我再唸一遍 仲綺 綺鴻 台表科 台藥 立端 喬春 仲達 志毅 太一 風翔 好 你說那今天表現都不錯啊 只有到目前為止下跌的叫風翔 以及6245的立端 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告訴你 交易量太大 你就稍微不要衝動 比方說3596的致意 對不對 現在成交量1萬8千張 你就看就好了 看就好了 我不叫你賣 這是什麼 3017 齊鴻 哇 今天不錯大漲 但是交易量高達1萬張 那就看就好 看 我沒有推薦你去買賣 這個重期 現在是什麼狀況 好 大漲了1塊錢 可是他的交易量已經1萬7千張了 如果交易量過大 你也不要過度衝動 OK嗎 那你們告訴我 好 這個叫基本分析 這個禮拜 我們過去兩個禮拜以來 兩個月 兩個月前 我們就有一檔標的股 這兩個多月以來 我們沒有其他的股票 只有一支股票 對不對 我也不是推薦你去買喔 那現在已經90塊了 你現在是 6月24號當時他的股價跌到67塊 對不對 我們就當天的研究報告 這一天開始買 這邊先買三天 下個禮拜 全體朋友 注意聽喔 我們會在這一次的講座裡面 幫各位做簡報 那全體朋友在未來一週 金鼎接下來 我們會再幫各位選好的一檔標的 新的標的 今年以來 頭一支就紅準 對不對 1月15號 再來是可乘 再來是真鼎 再來是金鼎 對不對 今年總共的主要就是四支嘛 過期這兩股票 你也沒有第二支股票 你就只有一檔金鼎 那麼接下來未來一週 我會連續帶你進場 最少會買三天 你知道嗎 你就照著做 會有新標的 第一個 你一定告訴我 那它會怎麼漲 我不知道 你就自己看 你覺得它是怎麼漲的 它現在一張起25塊而已 哪有怎麼漲 20張 你不是50萬 10張也有25萬 一張也有25萬 我就改講 跟你講到這裡 那麼這個禮拜我們主要要做一個 叫做環轉指標教學 來 各位請看 這一檔股票叫做3673 喂 這些是什麼電腦 好 來 叫做3673TPK對不對 對 TPK 3673 好 快點給它看一看 現在樓四角 請你自己做評價 你覺得應該買進還是做空 我就看不懂 好不好 來看 為什麼我看不懂 因為我當然看不懂 因為目前在59 我怎麼會看得懂呢 你說 蛤 這支股票要怎麼做 這支股票我會告訴你 依照這個禮拜 禮拜天要教你的環轉指標 它是個通用指標 它不是我發明的 它是一個很簡單 所有的系統 我不管你在元大 在日盛 在凱基 任何一家券商 它都有提供你 你就自己看 依照通用指標 不要看我 看這張圖 TPK怎麼做 TPK就這樣做而已 不然你要怎麼做 就100空7塊放空 55塊賣 就結束了 我說過期 我不是說現在 我怎麼會知道要怎麼做 因為我們要給它底下對不對 各化一條平行線 對不對 再說一次 各化一條平行線 然後呢 然後呢 平行線的上方 你就賣 平行線的下方 那你就賣 這個叫反轉指標 這樣OK嗎 就是這樣而已 這叫 這個叫TPK 我看另外一支股票 2498 叫做宏達電 你說 哇 宏達電現在去四港 你管它漲多少 你要做對 來 這個是不是叫 今年以來2498的宏達電 對不對 然後你覺得該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上面畫一條線 底下畫一條線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就這麼做啊 你就136塊就把它放空 你給它客氣什麼 你給它客氣什麼啦 55塊呢 人家告訴你 宏達電簡直是幾乎要下次的公司 那你就給它買進啊 幫我一個忙 可不可以把這裡放大 這裡 好 來 慢慢的往右邊走 慢慢的走 往右邊慢慢的走過去 來 第一個 當它有跌到0走 要0喔 要到0喔 要到0喔 1都不行喔 要0 好 再慢慢的往右邊走 走到今天嘛 你怎麼去八個二六 對不對 那一定要100喔 不能99 一個就是0以下 一個一定要100以上 好 看 請看 這叫2498 看全圖 這叫宏達電 就這樣做就好了 不然你覺得要怎麼做 那就最關鍵給它放空 最關鍵給它做多 這叫KD 反轉指標 這個禮拜 禮拜天 那麼我們有一個 反轉指標的教學 好 再來 你說這個這麼厲害的KD 我一定要學會 我別說 你說 難道我會學不會嗎 不是啦 繼續看下去啦 哎唷 這樣學一個KD 那你是在參加什麼講座 來 再繼續看 這叫2454 叫聯發科對不對 對 你說但是聯發科 一張要200塊 我剛才都買20塊的股票 那你就參考 我又沒有要你去買賣 這是不叫聯發科 那該怎麼做 好 畫藍色圈圈的地方 就是把它放空 對不對 過去啦 我們說未來 畫黃色的那個你就給它做多 你說現在我也知道 你最高點畫個圈圈 最低點畫個圈圈 千萬萬道的小朋友也會 對不對 對 可是我告訴你 你也會 看著它 這個禮拜的禮拜天 禮拜天 無論如何你要來想說 你說這是不是傳說中很厲害 KD反轉指標 我別說 這個叫乖離啦 乖離率本身也是個反轉指標 那你要去善用 不管是從KD到乖離 甚至於這個叫鴻海 鴻海該怎麼做 這裡要買啊 鴻海該怎麼做 這裡要買啊 鴻海該怎麼做 現在要給它放空啊 你不是該該科技什麼 我不做現在喔 那就這麼做啊 不管鴻海會不會到200塊啊 不管它未來是要跌是要漲啊 你要做對啊 那你要怎麼做 哪有什麼怎麼做 你在關鍵的時間點 最低點就把它買啊 最低點就把它買啊 最高點就把它放空了 這樣這樣會不會 你說這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PSY心理線啊 這個禮拜 禮拜天 我會跟你討論 討論 討論一檔股票 你說那我今天我是會員 我禮拜天沒辦法去的 那你就看今天的研究報告 你知道嗎 今天八月的紀念 今天你會拿到今天的研究報告 那麼我標的股已經幫你寫好了 那未來一週 該檔標的 是我們未來唯一的一檔標的股 那我後禮拜 我會帶你進場 那你就把資金分成三個等份 不要急 你就慢慢買 反正給你一整個禮拜買 你知道嗎 所以一個禮拜買完之後 反正你看金頂是怎麼漲的 真頂是怎麼漲的 可誠是怎麼漲的 紅準當初是怎麼漲的 那你就照著做好不好 我們休息兩分鐘 馬上向各位做簡報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會的頭部投資獎座 8月28號今天下午1點 要告訴您 咱指標教學 請先來電預定作為 請一個拨打 02-2578-3000 02-2578-3000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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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肯定會成功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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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棒 再一棒 穩棒 接 強棒 強棒 現實股股 自動優化 第一排風險 掌握盤中波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棒 02-2578-3000 2578-3000 會的頭部投資獎座 8月28號今天下午1點 要告訴您 咱指標教學 請先來電預定作為 請一個拨打 02-2578-3000 02-2578-30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 不覺得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得排氣密窗 出國旅遊難免發生意外 要怎麼準備才好呢 國外醫療費用貴桑桑 出國前最好選購適當的保險 與評險加買附加條款保障多更多 長期出國或度假打工 要選對保險種類並注意效期 外交部駐外管處 可以提供必要的協助 但是沒有辦法幫忙支付或帶點醫療費用哦 朋友們出國前記得選購合適的保險 讓出國更安心 有備無患哦 各位 各位朋友大家 午安 大家好 一樣 特別是各位成員 記住你請你務必把6月24號的研究報告 跟今天 今天你會拿到的研究報告 做個交叉比對 好不好 來 第一個舉例 那麼當時最主要就在股價下滑 那麼PSY心理線是不是達到-50 對不對 好 這個叫技術分析 那麼股票投資不能只看技術分析 股票跟指數不一樣 因為指數就只看技術分析 那國標還是要去看 它的產業的成長力道 所以在6月24號當天 這一定是-50嘛 對不對 好 你一定告訴說這技術什麼 這叫股價盈與本益比 也就是說我們去看 該公司2015年 依照公開觀測戰所公告的 去年每股盈與高達8塊錢 8塊一毛一 對不對 可是它的股價來到114 也就是說我們去看 看過期 看過期 它的本益比一度可以來到幾倍 可以來到股價盈與本益比 可以來到14倍本益比 那麼股價從這一波做一個 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在壓盤 這個就框一些阿呆頭在這邊去買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有什麼等到這裡去買 因為這個除息乘以0.9 因為它10張可以用60塊買一張 這樣了解嗎 當然是買67啊 不然是要買多少 股價盈與叫本益比 所以我們預估它本益比剩幾倍 剩6.2倍阿 你 6.2倍 你是在怕什麼啦 你也比較真假的 這6.2倍就是 那怎麼會輸 人就是這麼粗糙 你看 他就是榮子這樣拼起來 成交量這樣尬 他覺得來跟他拼一下 你如果不在家跟著我們一起買 我就不懂 人就永遠這麼奇怪 你知道嗎 家叫你買 你都說 我今天可以買一張就好 你記不記得 拜託 你好歹 好歹用盡所有的力量 我講過去了 現在我不知道 有去的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我這邊帶你買 我就停牌 我是這天這麼連帥 帶你買三天 來 再看一次 為什麼 因為股價盈與本益比剩6.2倍 你說 那現在還有6.2倍了 沒有 你我沒有6.2倍 我去聽什麼講座 你個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對 沒有6.2倍 還去聽什麼講座 對不對 對 所以來 看一下 看 我們剛剛不提過嗎 幫我一個忙 就放蕩 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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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好 來 謝謝你 EPS叫做每股盈餘成長率 對不對 我們剛剛提過一個是2015年 一個是2016年 今年叫2016 2015年當年每股盈餘成長率高達32% 對不對 今年44% 請問你 今年比股年更高嗎 有 股年有大幅度成長嗎 有 那今年是不是更好 對不對 好 那你一定告訴我 那明年來往右邊慢慢走 那還得了 沒有啦 那還得了 你覺得會怎麼樣 這是預估2017年 這是2016 這是2015 對不對 2.2 三塊一 六塊 好 一個一個 你說 這裡是5.46 往左邊走 往左邊過來 這邊這邊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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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幾倍 再往右邊慢慢過去 沒有 沒有 這裡看這個就是 這一行 2015 預估2016 預估2017 這存幾倍 這本意比存幾倍 五倍 5.5 這個禮拜 禮拜天 我們有一場反轉指標教學 也就只叫這麼一次好不好 包括下個月也就只有這麼一次 做反轉指標的教學 所以各位朋友 那你務必稍待 打電話 向我們服務人員預訂您的座位 那至於所有全體的朋友 會員朋友 沒有辦法到會場的 沒關係 今天八月二六的研究報告 你一定要看 這樣知道嗎 感謝各位 祝所有的朋友 下個禮拜 每一位 身體健康 闔家平安 財源廣進 謝謝你 拜拜 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15位 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15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過了頭部 投資獎座 8月28號 今天下午1點 要告訴您 反指標教學 請先來電 預訂就位 請來個拨打 02578 30100 02578 30100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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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肯定會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敗大 棒棒 接強棒 強棒 性 肯骨 自動優化 第一台風險 掌握盤中拖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棒 02578 30100 2578 30100 看似平靜的海面 卻隱藏著致命危機 那就是離岸流 離岸流是因地形潮水 與破碎浪形成 往海裡移動的強勁水流 會將人快速帶離岸邊 此時切勿對抗水流游回岸邊 以免耗盡體力 發潮或退潮時 海面上破碎浪多 離岸流正強 切勿下水 遇到離岸流如何脫困 一 保持冷靜 二 舉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三 不要抵抗水流 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體力 四 面對沙灘以45度角 游回岸邊脫困 教育部關心您 當股市千變萬化 當操盤千頭萬序 當機會千載難逢 昨日啟用1000元體驗烘店了一個月 就送轟動時找操盤秘籍及上課券 千言萬語這次只要1000元哦 請播022-365-3255 北都PayPayNet超值優惠雙小號 新世代光纖標網加數位有限電視 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 違約補償最高2000元 限時加碼再送首月免費 147台全數位頻道 64台HD高畫質頻道 搭配新世代光纖標網 限時加碼再送首月免費 第二到四個月搭配30枚 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 第五個月起 數位有限電視搭配30枚 每月只要690元 搭配70枚 每月只要790元 搭配120枚 每月只要790元